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一个伟大的夜晚,回顾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,时真的拨回2006年4月2号的那天晚上,其实在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热果,那是一年刚好是热火的颠崩时期,因为那一年的热火赢得了比赛,不过站位这场比赛也是话题满满,这可以说是季后赛中的一次提前的演练,这是不可避免的,在未来的季后赛中相遇, 这并不是要预先探求双方的实力,再说了韦德和詹姆斯的兄弟情,那是联赛里除了名的,都不能引起重视,正如预测的那样,双方打了一场是聚力敌的比赛,这真是太棒了,其实对依靠詹姆斯以106比99的比分级外的对手热火, 韦德在比赛中打了43分钟,36投18中,拿下44分,8个篮板,9次助攻2次抢断,一次盖帽,詹姆斯出战45分钟,25投16中,拿下47分12篮板9助攻2抢断,巧合的是,两人在场上较亮难较一个认真, 双方厮杀的是难解难分,可以说精彩至极,这场比赛也成为了两个历史级别战队的经典比赛,现在韦德还是一个自由神,热火也安全没有动作,就一是死,起沉沉,风平浪静的,唯一的底下是250万的底薪,似乎热火取了先底薪签约韦德,热火就是在等到底谁耗得起,不管怎样,韦德仍然在训练自己的身体, 以定为下个赛季做准备,CBA也好,NBA也罢,韦德一直都在摆正自己的心态,这一点就足够了